刘宝洁不干了,以后还能愉快地看关键时刻吗? 观察者网封门社区,闻大陆男孩看台湾 今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刘宝洁关键时刻的朋友们且看切珍惜吧 因为他好像要不干了 来自台湾媒体联合报的消息 关键时刻节目主持人刘宝洁惊爆庆词 据了解,刘宝洁在节目中批评高雄建设 狂大高雄议题,收视率飙高 却传出电视台高层遭蔡英文当局施压 让刘宝洁一气之下扬言不干了 刘宝洁今天,2日,原定要下高雄做现场开奖 结果昨天下午紧急被高层喊停 他不买蔡英文当局施压媒体 扬言不干了,下周关键时刻目前全由陈莹代班 刘宝洁暂时请假 记者求证东森新闻行消息话不公关陈明仪 对于刘宝洁今天原定下高雄的行程 以及下周是否向节目请假 他皆称不清楚 台湾媒体报道截图 另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刘宝洁本人没接电话也没回记者讯息 而据东森内部消息指出 是电视台高层要他休假一个星期 并非他主动请假 看来被施压传言似乎属实 对此东森副总森家蕊回应 没有了,我只能说写他被施压的这则报道内容有问题 其余则不愿多谈 有名嘴在下午录制某政论节目时爆料说 早在半个月前东森内部就已经接到通知 要求部分节目在内容上要平衡 此番联系到刘宝洁被请假一事 让人惊恐台湾言论自由环境之恶劣 不过,在今晚十点 也就是刚刚播出的关键时刻中仍是刘宝洁主持 而经常观看台湾政论节目的网友还发现 不仅仅是东森新闻台遭打压 年代向前看的口风也出现了些许改变 已经有不少粉丝在关键时刻的脸书专页上留言 据看东森,要求东森将刘宝洁还回来 这个同样给不少大陆民众带来欢声笑语的男人 被迫请假,即将请辞,我们的网友们也表达了不舍 而一向不对盘的旅游媒体自由时报 居然还在脸书上发文询问 楼下各位键盘吸饼 关键时刻中刘宝洁的搭档 你怎么看 这样的傲慢与轻浮自然是惹怒了台湾网民 他们纷纷直言 现在就是绿色恐怖的时代 凡是与民进党不同调的声音皆被认为是一端 感谢观看 另外有大量言论出现辱骂词汇 未截图 当然 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依然会说 刘宝洁此番请假不过是在找台阶下 之后最好把节目关掉之类的话语 小编查询了一下 下周开始代班的陈宁现任东森新闻台 9点换日线的新闻主播 其父亲陈刚信是前民事执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大陆网友不无担心地指出 接下来新闻深喉咙的主持人 听秀林是不是也没找人代班 直到选举结束啊 说好的言论自由呢